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子吗 我请大佬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有几次发言是罗志强发言的 那我们蔡文就修理他 在我们同一个节目都一共 不要叫小孩子出来讲话 所以后来就 后来讲说年轻人很优秀 但是过少小孩子出来讲话 后来这个小孩子就不敢讲了 就马英九每次都每次来讲 讲的就义正词言 其实都是他害的 因为他本来讲成小孩子 事实上他讲得不好 他害马英九 但是今天有一个某大报 就把罗志强列为铁三角之一 就把江一华 马英九跟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不累 他只是傅秘书长是而已 傅秘书长怎么可以 你怎么也讲俄语呢 当然是俄语 不不不 傅秘书长怎么能够 可以跟行政院长 跟总统相提并列为三角 如果他是三角之一的话 这个三角也是空腔翘 也是不平衡的 但是我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布袋西 我觉得那个是不伦不类的 我觉得马英九也不像 根本不配叫素含针 那王金平更不是耶稣 你看耶稣的功能是什么 是帮助素含针弥贫武林狼烟 在总统的心目中 你不但没有帮我弥贫狼烟 你搞的遍地烽火 不然金平可能认为他有做这些事 他付出了多少 如果说王院长跟总统 个人认知的不同 或是说认为我的角色 在你心目中 我的认知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两个人来比喻 他们自己的角色是不对的 这负贷系没有看好 好 不过待会我们再请任俊来 我们来看到说那这个铁三角 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铁三角 刚刚大佬觉得一点都不叫铁三角 因为轮不到 如日强上去跟院长 跟总统来并驾齐驱 但重点是整体事件的过程当中 他就真的一直在发言 那今天也写到说 很多的文稿是他自己写 措置强硬稿是他写的 大家不要忘了 他可是金普聪的得意门生 所以在这里虽然只是贵 低阶的副秘书长而已 但是呢 他在整体事件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非常重要的攻击手 不过我觉得因为 其实罗志强跟着马英九非常久 包括从选战开始 很多的选战 其实他都无意不语 所以他应该非常清楚知道 马英九他所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 而且我相信他可以用 非常精准的文字去填写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他其实在你看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在发言体系里面 罗志强其实也都扮演很大的角色 那以这一次的状况来讲 你会看到国民党的文传会 是比较低调的 就文传会在这一次的 这个王金敏事件当中 并没有做其他的发言 反而是这个包含 就是由马英九部分 都是由罗志强来出面 来做回应 除了在最后一天考机会 要开甲的时候 马英九选择了在国民党中央 不管你是喊话 或者是一个 有人用施压这两个字来做形容 就是只有那个时间 才由国民党中央 这个部分来去介入 所以罗志强基本上 在马英九来讲 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 非常被倚重的角色 最少他在这个文胆的这个部分 一定是占有他的一席之地 但是事实上他能不能扮演到 一个去左右马英九意志的 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待上去的 那是执行者 他应该是执行者 他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执行者 那至于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一页书 或者是素环真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 王金平当年在2007年的时候 曾经有马王沛的一个说法 那当时大家去问了 这个王金平说 你怎么看 那王金平自己去引用了 一页书的那个名言 然后后来大家就问他说 那马英九的角色你怎么看 他又讲到了素环真 那后来王金平自己有讲 他说用一页书来形容我 或者素环真来形容马英九 基本上有点不太恰当 但是他有提到 刚刚沈大老所讲的那一块 他说两个人 基本上应该是要相辅相成 然后这样才能够扶持正义 然后铲除这些败类什么的 那这一次的状况来讲 你看到王金平昨天晚上 又再度引用了 这个一页书的这个名言 讲说 赛事如期变返没签 他其实是讲说乾坤莫测 原来的字句是这样 不过因为现在这样 大家就会来看说 王金平也曾经是国民党里面 其实也能讲说是呼风唤雨 尤其他其实在立法院里面 主导了一切 就都包含整个议事的进行 甚至在朝野协商的部分 事实上王金平在这里面 其实确实是有 他自己扮演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如今一夜之间 就突然整个的政局 感觉上好像翻盘过了 从昨天整个好机会 到今天大家讲说 钟巡慧就认定说 你就已经不是立委的资格 但院长的这个身份 也就不保了 这样子的话 就会看到 大家就衍生出来了 好 真的是一夜书了吗 好 谢谢任俊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最新的一个消息 我们刚刚赶快请 我们的政路者的记者 吴倩阳来告诉大家 倩阳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 总统府副秘书长 罗志强突然的请辞 获准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讲到 既然人选是谁 好 社主播 其实刚刚大约在 五六分钟之前 罗志强突然在脸书上 是写了一封公开的信 文字的非常的多 前面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讲说 从这个会计法复义修正案之后 到洪仲秋案件一直下来 他说他一天可能睡不到五个小时 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到了临界点 不过其实当中也多次的 跟总统来表示 想要辞去这个职务 不过总统总是一再的未聊 那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 他多次为这个总统府来出面 召开记者会 也就是针对王院长 王金平院长这一回这个 官说事件 他这里头 他的公开信里头也提到了 他认为说 王金平这回的事情 等于是官说事件 非常的明显 包含在这个议文当中 也都有说 事情OK啦 已经处理了 这样等等的一个用词 他认为黑白分明的事实跟理念 呈现在媒体上 却被解读为黑白不明 让他觉得心情很复杂 所以他认为说 他站在所谓 这个总统府副秘书长的一个职位 他在台上的发言 居然会被大家过度解读 甚至还认为他的职务 不容许他说太多的真话 所以他要走下发言台 才能真正的畅所预言 所以他昨天晚上 再度跟马英九总统来请辞 当然总统还是一样 简单的未留一下 希望他多考虑 但是他告诉总统 希望总统让他任性一次 心意已定 所以也在今天 写了这一封公开信 在脸书上之后呢 待会大概是在 这个三点半的时候 也会在记者室来跟大家做说明 以上这个现场的情况 好 我们谢谢倩阳 三点半 待会跟地院的一个开庭相撞 没有关系 我们同一时间带大家来做掌握 齐老师 这个讲法这些新进的 脸书上的一个陈述 待会会正式的开记者 会告诉大家 他请辞了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看 本来就耳闻说 他要出来选这个金融市长 那这个时刻是我们刚刚讲 任务完成了嘛 把王金平成功的赶得出去了 所以是可以功成身退 其实罗副秘书长 罗志强是我学生辈的人 我跟他还算熟悉 前段时间我们私校的了解 他工作上是有一点点的 觉得疲累 就像刚才你们记得 连书上所说的 他确实有这个感觉 另外他也的的确确 有一些生涯的规划 因为他长期作为马总统的幕僚 而且他的专长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罗志强的专长 罗志强是辩论社出身的 他的这个逻辑分析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苏贞昌说不变了 他也可以走了 这礼拜天不变了 服贸辩论不变了 他不用再帮马总统了 但是很明显的 他的这个逻辑思维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么你看他这一次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他负责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两大块 他其实原本全力在准备 跟苏主席礼拜天的 这个服贸协定的辩论 这个是他的专长 另外一个就这个事情 一爆发了以后 他在帮总统 把总统的意思变成一个发言稿 新闻稿 这个也就是他的 一方面是他的工作 二方面也是他的专长 那么现在大概告一段落了 那么我也觉得 就像马总统今天在一个 另外一个活动里面 跟台北市的一个活动里面 总统基本上已经 绝口不提这件事了 虽然新闻街的媒体 一再的追问 他也不回应了 罗志强我在想 他这个动作选这个时间 一方面是他原先就有这个想法 二方面他也想让他做一个 就是做clear cut 就是那是 他进入跟翻书一样 我们要到Next Chapter 下一站 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据点 那么罗志强的这个下一步 有可能 我就有了解 他也的确有在规划 基隆市的市长 但是会不会还会有变化 那是因为 还是在发展中的事情 应该观察 好的 这个我们刚讲到辩论高手 大家知道罗志强 那么跟着马总统在选举 2008日陆选到现在 很重要的贴身幕僚 刚才点到 其实他可是金普聪大使 给带出来的一个重要幕僚 所以这次事情当中 到底金大使有些什么琢磨 虽然原在美国说 没事跟他无关 但事情又是如此 目前没有说 当然不晓得 看出来马总统 整个体系来讲 今天这个事情到了 王金平正式已经 撤销党籍 大家就不谈 其他事情不关他们的事情了吗 所以刚才委员你有讲到 发言系统觉得他太年轻 刚才大佬也点到 这次发言大部分都是 辅方 这是因为国民党里头 发言系统更嫩更菜啊 不是 因为只好像这么一个 复杂的议题 一定要言论中带有感情 所以你在才能够跟人家同理心 要不然的话 比如说当你回连战的话 就引起很多负面的反应 或者你回一起太仓促 对人情疑力 有时候比较不太多生 在分寸上面 就会输掉另外一边的 一个发言的经济 就觉得他这个方面嫩了一点 这个之内才靠点人生的经验 需要解释 虽然都还年轻 蔡委员讲这也让我想的 有一句老话讲说 什么人玩什么鸟啦 就是主管 就是你这个主管 他的幕僚往往性格上会跟他很接近 对 所以你看其实罗志强的性格跟马总统的性格 他基本上是一致的 跟金普通的性格也有一点点接近 所以他们的思维的逻辑比较讲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他要是非分明 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我记得马总统第一次的记者会他就讲 这是个是非的问题 没有灰色地带 其实这是他一贯的思维逻辑 对 没有灰色地带之后 这里头就是一个不带感情 所以刚刚崔老师分析 他们性格很像 因为对马总统来讲 跟他性格不像 他也不喜欢 也没办法成为他的朋友 所以才会说 朋友真的是少 少到一个没有朋友的总统 对上了没有敌人的院长 这个事情发展 一个礼拜 完结了吗 不晓得 接下来是新闻界的事情吗 还是接下来是立法院自己的事情呢 我们休息会 待会回来再来讨论 我们休息会